山上采埋没有厕所怎么办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得添麻烦找不着地儿啊 朱小弟为什么对他破口大骂摔手机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的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不配跟我当朋友 文化视点文化公开课 王朝歌解读不一样的艺术观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浸润在这个纸上 你说这纸多少钱 人生短短两三万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如果每天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让我们跟王朝歌一起 走进艺术感悟美好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是生活的必需品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冲冲电 岁月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奖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中国独近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伕业令人演务 实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右线系列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人前背后 艺术家活两个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奇 就是搞艺术的人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什么样子 很多概念 比如说疯狂 很辛苦 或者说他们很傲慢 经常有这些概念 会放在这个艺术家头上 但我实际上觉得 大家可能都没猜对 做艺术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他们经常会生活在绝望当中 会经常经历惊恐 绝望和惊恐 几乎是艺术创作的常态 这个您知道吗 比如说我给您打个比方 我先说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几乎每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左右 剩下这个六个小时 您说是睡觉时间 但是您想没想到一个人累到 坐在床上 连这个手啊抬起来 去把头发上那个卡子 拿下来的这个劲都没有 就这么坐着 累到不能够洗脸洗澡 累到非常饿了 想去泡眼方便面 都觉得实在没有气力 累到睁着大眼睛睡不着觉 累极了 不是倒枕头上就睡 我跟您说 累极了是不能入睡 你的精神已经不能支配 你的肉体的时候 它还在高速运转 但是你的身体已经累得不行了 但是脑子在高速运转 白天你曾经听过的一段音乐 或者一段台词 在你脑子里不停地重复播放 重复播放 重复播放 你都觉得会疯了 就这样睁了眼睛 一动不动地待着 直到窗帘背后的光线 渐渐地亮起来 又一天开始了 然后你站起来 刷个牙 抹一把脸 继续出去 但你知道吗 你出去 对你见到的第一批人 就要有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告诉大家说 我已经休息得非常好了 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工作了 大家只要信我 今天的工作会非常顺利 放心吧 你会这样站在大家面前 但实际上 一夜你没有睡过 非常的累 还是非常的累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天 你信不信 你相信不相信 吃饭 上厕所 睡觉 这种基本的生活需求 在我们来说 有些动作做起来是非常奢侈的 你比如说 尿急上厕所 谁也在允许你去 是吗 但是我不行 我并不能够随意的上厕所 甚至我不能随意的找到厕所 因为当我面对着舞台 这个舞台上有一两百人 在同时工作的时候 我不能大家说 你们稍等一下 因为我要如厕 我肯定是要把这一个时间 度过以后 我才能够去 所以我和我的同伴都练就了 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一个意识 说今天不方便上厕所 我可以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事 您信吗 我在做实景演出的时候 在矿野里边 剧场没盖好之前 是没有厕所的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 在那个矿野里开始工作了 怎么办呢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着添麻烦找不着地儿啊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幼龙雪山 在山顶上 海拔三千一百米 我需要在那个上面排练 就在平原这么走 没有问题 但是在那个三千一百米的时候 连着上五六级台阶 就要站着 就要喘 喘完了以后再开始工作 就那样的一个情景 在那一个地方 我每一次 想上一次厕所 都要 让司机开着车 到特别老远的一个高尔夫球的俱乐部 到人家那儿借用一下 就这么一去 得将近十五分钟 说真话 有好几次 就这个十五分钟都快忍不了 快憋不住了 因为 它实在太长了 因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是在实在最后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才说要走 你知道我一起身说 哎呀我要去厕所 哼 站起来一片 都说王导 我们也受不了了 哎呦 当时看见大家拼命地往那个车上奔跑 然后这个车往那个厕所开的时候 每个人就拍这个司机说 哎呦呦 谢谢谢谢 你快点 你快点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 我说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们居然因为上趟厕所为这么大男 你居然能够相信那么多人就为了能够不因为上厕所 把创作的状态中断 全都忍着 早晚等到走的时候 全体一起起来跑掉 你能不能想到 正常的老百姓应该说 不可能你这说逗呢 真的就是我的日子 这真的就是我的日子 大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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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拓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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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布下十面埋伏 此仗我能赢 此仗我必胜 壮士英雄 请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山上采白没有厕所怎么办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得添麻烦找不着地儿啊 朱小弟 为什么对他破口大骂摔手机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地 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 不配跟我当朋友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王朝歌 解读不一样的艺术观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 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 浸润在这个纸上 你说这纸多少钱 中国独自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产业令人物 实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右线系列 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人生短短两三万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重复着 同样的事情 如果每天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让我们跟王朝歌一起 走进艺术 感悟美好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 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 是生活的必须挺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充充电 岁月 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奖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为了不耽误排练 王朝歌在玉龙雪山上 尽量少吃少喝 在山西平遥 他又遇到哪些排练新难题 在那几天里 所有人说话都染 全是这样说话 全部都因为我降低了声音 因为我发不出声音来 可您知道我有多急吗 第一天这样 第二天这样 第三天这样 到第四天早上起来起床 你一发声 发现还是气声 还没有声的时候 你真的感觉到 什么叫绝望 我在平遥 拍那个又见平遥的时候 整个一个剧场刚盖好 里边全部是味道和粉尘 因为还没有来得及 把它清理好 我们就要进去排戏 每天戴口哨 戴口哨说话 又怕演员听不见 就撕着口罩开始排呗 就是整个的呼吸道系统 上下呼吸道系统就坏了 我一个人病 我们全体都病 大概我是在那待了这几个月 病了四轮 就是病好了 又病了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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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翻覆四次 有一次失声 就声带发不出任何声响来 我早上起来 一说话 一看 还没声 哎呦 我就觉得今天一天 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但是我继续工作 怎么办呢 我就用那个笔啊 就在那个黑板上就写 写完了以后 用嘴形跟大家在说 让大家要听见 后来我们同事都开始 我们的伙伴都开始笑了 我们那个两个执行导演 崇明林和张东 经常在我身边的两个导演 他们从早到晚 原来都是大嗓门 就是这个人 只要一回来 这个楼道里 没有不知道他回来了 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几天里 所有人说话都这样 全是这样说话 全部都因为我降低了声音 因为我发不出声音来 可您知道我有多急吗 第一天这样 第二天这样 第三天这样 等到第四天 早上起来起床 你一发声 发现还是气声 还没有声的时候 你真的感觉到 什么叫绝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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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们 聚先阁 聚先阁 请客喝酒 请大家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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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能能说 怕夏夜来 我夏夜来 哈 哥 呀 呀 哥 从前面前面前面再来 正问平尤城 我的老家来呀 老家 谁送你了啊 老家 谁送你了啊 老家 谁送你了啊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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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要插一下 你照我这儿看 一百年两百年 我最终会从这儿的家吗 王朝歌导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 又见平遥 讲述了一个关于血脉传承的故事 在参与的主创人员中 百分之八十的人 是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 普普通通平遥人 这样的苦啊 吃饭 睡觉 生病 上厕所 包括家里有事 这个大家可能还都能理解 但是你可能不能理解的是 我们经常经历精神上的痛苦 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都不能叫做痛苦 那真的就叫做绝望 你比如说 我们想好了一个创意 这个创意开始去实施的时候 创作过程 你觉得很满意 但是创作的结果 反馈给你的消息是 它不成立 很难看 不好 绝望 不知怎么办好 也许就是一天 两天 三天 抖足的精神 跟大家见面 然后你的合作伙伴 你的不同的部门 灯光的部门 音响的部门 服装的部门 道具的部门 导演的部门 所有的人都说 老大 今天我们拍什么 我说咱们就拍 你能让我没想好呢 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们 一次这样 两次这样 第三次这样 没有人信服你了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说 好吧 我们就试验一下这个吧 但实际上心中是没底的 非常的恐惧 我甚至觉着 这个心啊 已经是钢铁做的了 已经被扎烂了无数次 然后自然的愈合 再扎烂 再愈合 它已经自己保护成旁边 整个的心已经保护成一层老简 我好像在生活中 再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我恐惧的了 因为我每天在创作中 这种恐惧 接触的太多了 比如说观众进场的时候 我会偷偷地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听到他们的反应 看到他们对这个戏的评论 但经常这些评论有负面的 经常我会觉得这样一个负面的 听见了不好的这个话以后 会经常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会觉得有掉眼泪的感觉要 比如说这一次去五台山 我坐的又见五台山 排完了以后 一些朋友在一起来谈论 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 我听到一个 我挺尊敬的一个人 他说我不喜欢 他这个地方不好 这个地方这个不地方 这个就缩了一大堆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时间 冲动地站起来想 跟他说 你应该稍微的客气一点 稍微的柔和一点 稍微的注意一点方法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有多惨 但这真的就是我经历的日子 这真的是很多导演要面对的情景 我记得那时候 一谋跟我聊天 他说他拍英雄的时候 排一大堆的人骑着战马 从那个旷野里要奔过 从那大野地里要奔过 结果 因为制片的一个疏忽 好像是发盒饭啊 还是发什么东西 没有发到位 致使骑马的马师不开心了 所以那帮马师 在张艺谋说 开拍 预备开拍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一个呼哨 人和马群出了镜头的范围 向着四眼 哇 就跑了 一边跑 一边解下身上的衣服 往天上嚷 一下就嚷的老高 不拍了 哇 就跑了 张艺谋说 我对着那个监视器 我看着那个画面 我对着监视器 脑子全是空的 后来制片部门 在野地里 捡他们往外扔的那些服装 捡了好久才收起 你们可曾想到 当大家看见那个红地毯上 这些演员们 导演们 各种各样的人们 这么堂皇 这么漂亮 这么自信地站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拍照 让你们提问 然后他在回答 这个时候 你们知道 他们有多少个日夜 是生活在这样的绝望和惊恐之中的 这就是创伙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呢 一个舞蹈演员 就是那样瘸着在舞台上 把他的所有动作做完 山上采埋 没有厕所怎么办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得添麻烦 找不着地儿啊 朱小弟 为什么对他破口大骂摔手机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的 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 不配跟我当朋友 文化市里 文化公开课 王朝歌 解读不一样的艺术观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 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 浸润在这个纸上 你说这纸多要经历 人生短短两三万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如果每天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让我们跟王朝歌一起 走进艺术 感悟美好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 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 是生活的必需品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充充电 岁月 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奖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中国独立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传业令人物 时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极右线系列 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我说说 创作 为什么会带给我们这样的心境 第一 我们要做出来 崭新的东西 如果是旧的 您不愿意看 如果是 已经做过的 你再重复一次 对这个社会的财富 对我们的时间 都是浪费 所以创新和出奇是艺术家们一定要追求的 一定要遵循的道理 做一个原来从未见过的 你怎么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能够就确定它一定能够成 所以创作最大的苦恼 是新和旧之间的距离 你要脱离旧 但是你没有创出新的时候 这个中间叫痛苦 你从旧里边脱离 到了新的地方 成的时候 才是你生活的唯一的标准和价值 没有一个人看见 做艺术的 会说 好啊 你们的工作多么轻松 你知道 因为它天生了 有了这样的好嗓子 它可以用这个嗓子 去滋养您的生活 让您听那美妙的歌声 它背后要遭到多少肉体的痛苦 您知道吗 您知道 不是说今天想唱 上了台就能唱 它需要有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甚至十年以上的舞台的经历 然后它才能成为大家 您才能看见它背后的光辉 您知道吗 即便是在舞台上演出 无数次的那个人 上台那一个瞬间 也紧张的 恐怕会有那样的时刻 就是整个脑子里 全部是空白 忘了一切 在舞台上 一个舞蹈演员 跳舞 一个钉子 踏上去 舞台的台板 有一个钉子踏起 钻出来 一脚踏上去 穿了 把脚 拉穿了 它一瘸 但是就是那样 瘸着在舞台上 把它的所有动作做完 给您鞠躬谢礼以后 它下去 你会看见整个脚被穿掉 整个舞台上全是血迹 你会问他 你怎么不跟观众说 我脚扎钉子了 我不跳完 我现在可以瘸着 下去换一下 那个演员会眼睛 大大的瞪着你说 这是舞台呀 这是艺术啊 血算什么 我在 跳舞啊 您看过那么多场的春节晚会 您会知道他 刚刚接到家里边 老人先顾的消息 然后继续在台上 给您说相声 逗您开心 为什么 这就是艺术的工作 没您想象那么靓丽 没您想象那么容易 没有您想象那么轻松 更没有您想象的 那么光鲜 在背后的辛苦 在背后的困难 不是常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当您可以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 按时吃饭 按时睡眠的时候 您想象 在夜空之下 有些人可能彻夜不眠 有些人就为了 给您提供一些 好的艺术作品 正在忍受着 肉体和精神的 双重的煎熬 您可以想象 当您安安稳稳地 睡在那里 随便打开电视机 或者随便放了一个 随身的耳机 听到音乐 看到故事的时候 背后 那些血 那些泪 那些不眠的夜 是使这些漂亮 成立的 唯一的途径 我不后悔 我做了艺术 当成了一个导演 但是 我可以这样的告诉 夸赞我 或者批评我的人 只要是 一个人 能够有资格 站在舞台上 请不要小事 在筹备 又见舞台山的时候 有个人 因为剧场的设计 跟王朝哥 大吵架 是他的铁杆搭档 樊月 张艺谋 还是另有其人 他居然 因为这个 摔了电话 我打过去 他再挂 就因为这一个细节 我没有把握到 这个家伙 他疯了 我有个建筑师的朋友 叫朱小弟 我们合作设计了 我们又见舞台山的剧场 当我提出来 这个剧场 要没有形状 要消隐在 整个的山野之中 并且这个剧场 在没有看见的之前 要听见的时候 这个设计师 这个艺术家告诉我说 我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可以 我非常兴奋 就开始跟他的合作 在整个合作的过程中 他的才华 他对我的照顾的周到 包括我们共同的 价值观的认可 都致使我们 一点问题没有 叮叮叮就走下去 问题就来了 当这个剧场盖完以后 的有一天 我们俩掰了 打起来了 这一架打得非常惨烈 一个月 连电话 电话摔掉都不能接了 就是因为 剧场盖好了以后 运营部门 希望在剧场的一个局部 加一个可以安检的地方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呢 开始施工 做了一个安检 我呢 把这个图拍下来 给朱小弟 老师传过去 我说你看 他们这样在这里 设计着这个东西 朱小弟 勃然大怒 他就骂我 说 你告诉我的 我们为了艺术 可以怼命 你今天看见 有人这样去破坏 我们的建筑 这样去破坏 他外形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的 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 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不配跟我当朋友 他居然因为这个 摔了电话 我打过去 他再挂了 他不理我了 你知道我们在合作的 这一年中 我们无数的在一起 研究这个方案 无数的要通电话 无数的日夜 他的团队和我的团队 都要在一起工作 我们已经成为了 合作伙伴 已经成为了朋友 但是在那一刻 就因为这一个细节 我没有把握到 这个家伙 他疯了 从那天摔电话 一直到 后来的很长时间 我们从来没有过的 从我们认识以来 从这个合作 这个盖着剧场以来 我们都没有过的 一两个月 两个人如同陌路 再也不联系了 再也不能通电话了 再也不能说这个建筑了 有一天我想一想 我说他因为艺术而愤怒 所以他应该是个艺术家 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对我做了什么 我觉得过不去的事情 我都应该原谅 这样我跟朱小弟 又一次见面 两人见面眼睛对眼睛的一瞬间 你们想应该是什么情况 是相视一笑吗 是大家都有些 不好意思 又重新重归于好 都错了 他依然瞪着眼睛说 你知道吧 那个图就是错的 那个盖法就是错的 你为什么不制止 我也瞪着眼睛说 你也是设计师 你为什么不杀到五台山 你为什么不把他修正好 就是 过了很长时间 再一次见面 依然大吵一架 依然为了一个细节 纠缠不已 你相信吗 这就是艺术 王朝歌是怎样看待艺术 他对艺术 还有哪些独特的看法 旧的东西 当到今天还存在 它非常了不起 因为它长存 新的东西 可以很漂亮 但是 对不起 请稍等 我看看你是否有 长存的生命 山上采奶 没有厕所怎么办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着天麻烦 找不着地儿啊 朱小弟 为什么对他破口大骂 摔手机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的 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不配跟我当朋友 文化视点 文化公开课 王朝歌 解读不一样的艺术观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 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 浸润在这纸上 你说这是多少情况 人生短短两三万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如果每天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让我们跟王朝歌一起 走进艺术 感悟美好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 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 是生活的必须品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充充电 岁月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奖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中国独具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产业令人物 实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肉线系列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在2200年前 我叫刘邦 2200年前 我叫项羽 为了楚汉争雄 我们在该下 打了一仗 我已布下十面埋伏 此仗我能赢 此仗我必胜 壮士英雄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每天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让我们跟王朝哥一起 走进艺术 感悟美好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 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 是生活的地需品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充充电 岁月 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奖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中国独自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产业令人物 时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右线系列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哥 王朝哥是怎样看待艺术 他对艺术还有哪些独特的看法 旧的东西 当到今天还存在 它非常了不起 因为它长存 新的东西可以很漂亮 但是对不起 请稍等 我看看你是否有长存的生命 我有一个朋友 是画画的 叫徐磊 他画的画 画的是一种中国的古典的 一种印象画 比如说一匹青瓷白马 青花瓷的马 比如说一个鸟笼 一只凤翠 比如说一个浴缸 出现的一只脚 所有的东西画都是印象 大家觉得他画得很好 画得很好 都希望能够多得到他的画 但是他加快不了速度 因为他每一次绘画 他都需要画完了以后 再用一种方法浸润 然后晾干 再画 再浸润 再晾干 重复 一直到他认为满意的 这个画为止 一直到他满意为止 但是这个满意 需要有大量的时间 但是他的苦恼 就会说 晾哥 我怎么就画不快呢 我怎么就画不大呢 我的这种工艺 致使我永远要 一点一点的前行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说那你找别人 这么复制一下 不就行了吗 他说那还是我吗 我说那你就没什么办法 你就只能这样了 他就说那好吧 我就只能这样 所以今天看到 这个画家的画 大家依然 可以评论 我喜欢我不喜欢 这个画得好 画得不好 但你知道吗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 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 浸润在这纸上 你说这值多少钱 我认为 岁月啊 时代 就是 一个种族的褒疆 你可以看见 如何的新 你可以看见 如何的好 但是你能不能看得见 如何的旧 如何的长存 旧的东西 当到今天还存在 它非常了不起 因为它长存 新的东西 可以很漂亮 但是对不起 请稍等 我看看你是否有 长存的生命 在今天的中国 做今天中国的艺术家 很幸运 因为我们赶上时代 整个的民族 正在欣欣向荣 勃勃而发 我们看见的美好的生活 我们看见可以歌咏的人类 我们看见可以畅旺的祖国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笔 用我们的肢体 用我们的音乐 歌颂这样的生活 它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时代 没有智库 只有希望你能做得好 山上采奶 没有厕所怎么办 不喝水呗 不吃饭呗 省得添麻烦 找不着地儿啊 朱小弟 为什么对他破口大骂 摔手机 你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 你疯狂的 去为了这个 去捍卫我们的剧场 你这个人 不配跟我当朋友 文化视点 文化观开课 王朝歌 解读不一样的艺术观 你没有办法评论的 是一个人 把他的岁月 把他的时间 浸润在这纸上 你说这事多少钱 中国独自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汕业令人物 实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右线系列 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人生短短两三万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重复着 同样的事情 如果每天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人生是不是会更精彩 犀利的语言 独特的演绎 做艺术 是天下最苦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你的爷爷的名字吗 碗和瓶子 是生活的必需品 它并不是用的 不一样的艺术观 给你的大脑冲冲电 岁月时代 就是一个种族的褒浆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中国独剧创新精神的导演 当今文化版业令人一幕 实景演出创始人 印象及右线系列 演出的总导演 王朝歌 你有没有想过改变现在的生活 演出竟然有个卖坚定的角度 经典曲目实力埋伏 怎样进行新演绎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王朝歌 解读不一样的艺术 你翻开你的记忆 你回想 你的31岁是怎么度过的 你的33岁是怎么度过的 你的38岁是怎么度过的 你的45岁是怎么度过的 我唱得不好 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但是我卖力气了 我会在玉龙雪仙下 等你回来 2200年前 我叫刘邦 2200年前 我叫项羽 为了出汗争雄 我们在该下 打了一仗 我已布下十面埋伏 此仗我能赢 此仗我必胜 壮士英雄 请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